今天慧眼看天下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台南市长黄伟哲 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在疫情期间 台南的观光业是如何做到蜜蜂高飞 非常欢迎我们的台南市长黄伟哲 市长请跟我们全世界的海内外的观众朋友来打招呼 宝慧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伟哲 很高兴慧眼看天下来跟大家聊天 好 谢谢 相信观众朋友都已经看到我们今年台南释放的国庆烟火了 长达33分钟的这个烟火秀 据说是用了17000发的烟火来完成 而且刚刚我们看这开场非常的有台南的特色 是用一个一公里长的这个风炮阵来揭开序幕 烟火现在放完了 您的任务确实还没有结束 可以请市长来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在台南看完烟火之后还可以顺路到台南 去看哪一些景点还有哪一些必吃的美食 其实烟火其实我们小时候就喜欢放冲天炮 喜欢放鞭炮 从那个时候的记忆一直到现在 大家看这个大型的烟火总共有两万多发 那这个33分钟全场都没有冷场 那我们很开心 第一方面有这个特色 你知道我们台湾有口罩国家 对那烟火有口罩造型的那个烟火 很漂亮很漂亮 所以我觉得其实烟火是这样 就它训难过后 那做我们做主菜的人 我们要负责 放烟火是国防部他们做的 他们把这个烟火弄得很璀璨夺目 那我们地方上 我们地方上要把这个整个的配套都做好 譬如说交通啊 环境啊不能脏乱 脏乱很快的地方就要把它复原 明天早上就很开心 就很干净的视容都呈现出来 还有治安 不能够发生你满在满心高欢喜了 然后回到旅馆或回到家 你这个背包被人家割了一道 里面东西被人家拿了 那还有交通 我们希望说很顺畅的过去参观 然后很顺畅的回到自己的家里或是旅馆 我们很希望说把这个东西做好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这个放烟火释放单位有他们的责任 我们地方政府有地方政府的责任 总之把这个烟火帮到尽善尽美 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是我们其实也知道市长从2004年开始 其实我跟市长是哈佛大学的同盘同学 那时候我们回到台湾 2004年市长就从立委选举开始 深耕台南到现在快要20年的时间 其实呢到一直到2018年的年底 在就任之前其实您过去都是一直担任 立委的角色 您是过去从一个执行者的立场 变成被执行者现在担任市长 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这段时间对您来说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相信大家都去餐厅吃过饭 也看过中破筛 这个评审说这个好吃 这个太甜这个太酸 我们批评这个不好啊 再加点什么东西 可是你在厨房里面中破筛就是忙了半天 一样的道理 我们当民意代表是监督者的角色 所以就尽管去嫌说这里的政策不够到位 那里的政策不够好 应该要再怎么样 但是我们现在变成被监督的角色 就是在厨房里面忙翻的那个中破筛 我们希望把它端出一道市政的好菜 是可是有人说呢 您都是在执行前任市长留下来的政策 对于整体的市政和政策的规划 目前好像没有提出明确的方向 您现在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批评 有道是创业维艰守成也不易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才刚就任一年多 当然是有些东西前任的事情要把它做好 譬如说阿扁当台北市长 也是把过去黄拉州的东西执行完 马英九当任台北市长 也是把阿扁的事情执行完 但是你把前任的前手的东西执行好 然后把自己的特色放进去也很重要 所以在我这一年多来 我也有一些市政的破坏 包括停车场的 包括一些地方的建设 我们也都有努力在做 是要把市政工作执行到好 其实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但是现在台南市野心很大 你又要守住建成400年这块大招牌 又要稳住农于大县的民生 还要扩展科技大城市这样的发展的格局 市长可不可以请您简单跟我们来谈一下 您对台南市未来的计划有哪些 现在的大台南市 从过去的台南县跟台南市整合在一起的 台南市当然是你知道就是工商 一个省辖市 然后这个台南县就是农业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就是说在现在的大台南市里面 我们有很多高科技的厂区 譬如说南科 南部科学园区 尤其南科最近迎来了 我们的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台积电 台积电它带来了总共投资金额的1.1兆 然后它带来了这个产值是不得了 所以现在5奈米它已经是独步全球了 3奈米 5奈米产能已经开出来 已经开始量产了 3奈米它也在积极建厂中 所以我们觉得是未来在高科技的这个区块 还有台南是一个日照最 全台湾日照最充足的地方 所以在绿能的这个区块 还有台南是 大家知道是文化之都 美食之都 好吃好喝好逛好玩 所以刚刚看到烟火 看完烟火干嘛 就是吃小吃 所以很多文化上的 美食上的 还有高科技上 还有绿能 AI 5G都是在台南 是 在天下杂志2020 县市首长的市政满意度 结果 黄伟哲市长是进步最神速的 据说每个星期您都在拼经济 简直就是台南的这个农鱼业务代表 现在请问市长 但是现在政府宣布开放美猪 会不会对您有一些冲击 那么因为台南又是全台湾排名第四的养猪大现实 您要如何来迎战美猪抢钱这件事情 坦白讲美猪不是没有 不是现在才开放 当初在2012年的时候美猪就已经开放了 那那个时候开放的是不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在2021年就是明年1月1号开始要开放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差别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一个基本上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 不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来台湾有没有抢占到市场 是有限的 那何况是未来有可能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所以这个市场法则 就是说民众他如果他可以自由选择 他就可以选择说是不是美猪 但最重要的一点 你怎么样帮助民众选择 你怎么把市场区隔开 这是我们要做的 有品牌的有包装的 当然知道说这是来自哪里的猪肉 没有品牌的譬如散装的猪肉 譬如说你去市场买的猪肉 或者去买的肉丸肉松 这些东西怎么看得出来是哪一个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地方政府要把关 市长其实我们很关心 您说台南市的餐厅和学生的营养午餐 会有市政府严格来把关 但是其实台南最有名的 比如说我去的台南 对对对 我就是为了这些夜市小吃而去的 那所以您和市府团队 有什么样的特别因应之道 台南市的夜市很有名 其实全台湾各地很多都有名的夜市 像士林夜市像哪里 其实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地方政府要怎么样去把关 我们就是要去机场 机场说对不起 你这个肉丸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我去某家某家买的 好我们就去某一家某一家买 你这个上游的加工品 你要做成肉丸 你的猪肉总要进来 是哪里的猪肉 你进货单给我看 它是哪一家的猪肉 我们再去上游 原来你用的是台湾猪 你用的是进口猪 我们就可以再区隔出来 那么其实除了关心台南的猪农之外 我们都知道市长其实还会亲自卖农产品 您甚至还几度跑到我们东森购物 当了几回的销售专家 我们都在现场看您 好像一次就完销 这个麻豆文旦 最早 官庙的凤梨 还有芒果 是是是 请问市长您上节目 来卖水果的感觉如何 还有未来市长还打算如何 来推销台南的好东西和好吃的农产品 其实到东森购物跟我们平常当民意代表 是很大很大的差别 平常当民意代表上节目 就跟对方来宾唇枪舌剑 你那你不好那你不好 你怎么样这个妈妈 现在不是啊 现在 我台南多么的好 我台南多好啊 我们凤梨多好吃了 吃了还要喷爆浆出来 芒果多好啊 吃一吃一吃一吃 那文旦又多么棒 真的是很谢谢我们东森购物的很多好朋友 他们热情支持更谢谢王董事长 东森必加码 是是是 因为这个台南的这个农产品 实在是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都是这个爱用者 台南市农产品的爱用者 那么除了出产又来的农产品之外 台南其实更是国际观光大城 今年春节期间 虽然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还是有900万的观光客造访了台南 我们最近我们自己也都跑到台南市去参访 所以想要请问市长 因为目前国际观光客的锐减 您未来接下来有哪些推动台南 这个观光产业的计划 说真的因为疫情的影响 大家都非常绷紧神经 你看连美国总统川普 他都无法避免 何况是我们庶民百姓 因此呢 我们觉得是对这个部分 我们都要更加的戒胜恐惧 所以呢 在疫苗没有出来之前 在特下药没有出来之前 我们都还是要保持这个防疫措施 因此呢 国际上的旅客能够来台湾的 我觉得是须止可数 有时候是外交泡泡 有什么泡泡 没有那么多泡泡啦 所以说基本上我们还是要好之为之 也就是说我们推展国旅为主 在这段时间把国旅 一些国人没有办法出国了 他就多到其他平常比较少去的 中南部或东部去游览 我们推广的是部分 台南好像有一些什么游轮或游艇 这样的一个设施是吗 有啊 我们在1026的时候 就某大旅行社 他就已经推出了游轮 环岛游 去台中 去台南 去高雄 再去台东 是个停靠站 是是是 实际上我们还有知道说 目前这个疫情还在持续延烧 甚至有不少专家都说 未来新冠肺炎会像流感一样 会变成一种常态性的传染 其实我为什么这个问题要请教市长 市长不只是政治家出身 其实市长的本科系是工卫的专家 市长不只是哈佛毕业 市长其实也是耶鲁的公共卫生的专家 毕业的 市长您这样的工卫背景 你会怎么样看待这起事件 我简单的说这是很严肃的问题 到底这个COVID-19新冠肺炎会不会变成这个流感化 我觉得其实很有可能 因为它传播的速度特强 但重点是流感有疫苗 我们现在不是在打流感疫苗吗 流感有特效要有克流感 但对于COVID-19现在还没有 所以这是让大家非常惊慌或是让大家非常不安 让大家从事经济活动 你知道美国上半年一到六月的经济 GDP成长是-32% 日本是-27.8% 中国大陆官方数字是-8% 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台湾还是这个正1% 1.2%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珍惜这个结果 在疫情的整个后疫情时期的整个经济形态都会改变 但是在防疫工作因为没有特效要 因为疫苗还没有出来 所以说我们只能严守戴口罩 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没有别的巧门了 那你谢谢 其实台湾的防疫工作做得不错 是大众所周知 在台湾的防疫工作里面台南也算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有信心 是有信心 但是如果说疫情真的要持续延烧到明年 对全台湾的观光业都是会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市长您打算如何去面对这个疫情的挑战 让观光客能够安心的放心的来到台南旅游 这个我觉得其实没有侥幸 就是观光客来台南 譬如说刚刚才放完的这个国庆烟火 台南来这么多人 我们怎么样 我们要求你就戴口罩 因为你人生潮聚集 而且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身边是谁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感冒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没有打疫苗 有没有打感冒有感疫苗的时候 你戴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但是如果他旁边一直咳嗽一直咳嗽 那你又不以以为意 那你到了被感染 然后回到家就传染给你心爱的人 或你的家人的何必呢 因此我们觉得其实这个部分防疫措施 我们原谅我们 我们地方 我们台南还是要必须落实 怎么落实 你就戴口罩 严格的戴口罩 戴上这个国进 不戴口罩就罚钱了 戴上国进这个烟火的口罩 对对对 市长曾经因为讲话的时候脱下来口罩 被罚了第一遍 马上被检举 是是是 所以这个 不知道是什么 周祖祖三害 不是是 王子犯法与庶民无罪 所以市长是做一个最好的表彰 我不小心忘了戴口罩 拿下口罩 马上自己要自动去找钱 并且要一路的来宣传 戴口罩 保护自己保护你爱的人 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就连纽约时报广场跨年倒数 都传出要取消 改为线上来庆祝 想请教市长透露一下 您今年台南会有跨年的活动吗 是一定有的 大家记得跨年的时候是从雪梨开始 雪梨歌剧院 今年也看不到人潮了 一直一路到这个伦敦大笨中 也看不到人潮了 又到纽约 Times Square也看不到人潮了 那在台南 在台湾你看得到 除了在台北101之外 您可以看得到在台南 我们的跨年晚会 也是非常非常精彩 我也欢迎在这里预告说 欢迎各位好朋友 来台南跨年保证精彩 保证物超所值 而且我们有抽奖 抽奖说什么 不管是用三倍券 不管是用现金 你只要消费满200块钱 不管你是在台南消费 或是在台北邮购 东森购物 到这个邮购这个 我们台南的这个农特产品 然后他就开收局给你 200块一组号码 1000块五组号码 那抽特奖抽什么 特奖抽一户房子 台南 南科的两房的一户房子 那二奖是什么 二奖就是一部车子 三奖是什么 是一堆银子 那就五指登科 房子车子银子 都有了 接下来的孩子 跟七指就是你自己努力 哇这个市长真的是台南市超级推销这个人 真的是为了这个推销台南的这个国际化 还有这个观光性观光人潮 真的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努力 今天也非常高兴也谢谢 我们的台南市长黄伟哲先生 来到我们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台南这座是充满着浓浓人情味的城市 让我们一起来发现台南的新魅力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会眼看天下 未来还有更多重要的国际局势消息 以及背后的内幕角力 也请您持续的锁定 同时也欢迎您上YouTube的网站 订阅以及分享 我是黄宝慧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词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